第九十四回 诸葛亮长雪破枪兵 司马懿刻日秦梦达 却说郭怀为曹真曰 西枪之人 此太祖时连年入贡 闻皇帝亦有恩惠加之 我等今可聚注贤祖 请人从小路直入枪中求救 许以和亲 强人必起兵洗蜀兵之后 吴却以大兵积之 首尾加功 岂不大胜 真从之 极遣人星夜迟疏复枪 却说西枪国王彻礼吉 自曹操时年年入贡 手下有一文一武 文乃亚丹丞相 五乃岳吉元帅 十 卫使秦金珠病书到国 先来见亚丹丞相 送了礼物 据言求救之意 亚丹引荐国王 呈上书礼 彻里吉揽了书 与众商议 亚丹曰 我与卫国速相往来 请曹都督求救 且许和亲 离合一云 彻里吉从其言 吉命亚丹于岳吉元帅 起枪兵一十五万 接惯使弓弩枪刀 极力飞锤等器 悠悠战车 用铁叶裹钉 装载粮食军器食物 或用骆驼驾车 或用罗马驾车 号为铁车兵 二人辞了国王 领兵直扣西平关 首官蜀将韩真 急差人积文 报之孔明 孔明闻报 问重将曰 谁敢去退枪兵 张包观星应曰 某等愿望 孔明曰 如二人要去 乃路途不熟 遂唤马代曰 如素之枪人之幸 久居彼处 可作向导 便起精兵五万 与兴包二人同网 兴包等引兵而去 行有数日 早遇枪兵 观星先饮百余计 登山坡看时 只见枪兵 把铁车首尾相连 随处结寨 车上变排兵器 就似城池一般 兴堵之良久 无破敌之策 回寨与张包马代商议 戴约 接待来日见证 观看虚实 另做记忆 四早分兵三路 观星在中 张包在左 马代在右 三路兵齐进 枪兵阵里 岳吉元帅手挽铁锤 腰悬宣保雕公 越马奋勇而出 观星招三路兵静进 呼见枪兵分在两边 中央放出铁车 如潮涌一般 弓弩义齐骤发 鼠兵大败 马代张包两军先退 观星一军 被枪兵一裹 直围入西北角上去了 兴在该心 左冲右突 不能得拖 铁车密围 旧如城池 鼠兵你我不能相顾 兴望山谷中 巡路而走 看看天晚 弹剑一蹴造旗 蜂拥而来 一员枪将 手提铁锤大叫约 小将休走 无奈约吉元帅爷 观星即走到前面 尽力纵马加鞭 正欲断剑 只得回马来战 岳极 兴终是胆寒 滴滴不住 望剑中而逃 被岳极赶到 一铁锤打来 兴急闪过 正中马跨 那么望剑中便倒 兴落于水中 忽听得一声响触 背后岳极连人带马 平白地倒下水来 兴就水中争气看时 只见岸上一员大将 杀退枪兵 兴提刀带砍越极 及越水而走 观星得了越极马 牵到岸上 整顿安配 抄刀上马 只见那原将 尚在前面 追杀枪兵 兴自私 此人救我性命 当与相见 遂拍马赶来 看看至尽 只见云雾之中 隐隐有一大将 面如重枣 眉若卧残 绿袍金铠 提青龙刀 骑赤兔马 手超美然 分明认得是 父亲关公 兴大惊 忽见关公 以守望东南 指约 无尔可 速望此路去 武当忽入归寨 言气不见 观星望东南 挤走 至半夜 忽一彪军道 乃张包也 问兴约 你曾见二伯父 兴约 你何有知智 包约 我被铁车军追击 忽见不负 自空而下 惊退枪兵 指约 如从这条路 去救吴尔 因此引军 进来寻你 观星 一说前世 共相接意 二人同归寨内 马带接着 对二人说 此君无计可退 我守住寨帐 你二人去禀丞相 用计破之 于是兴包二人 兴夜来见孔明 背说此事 孔明随命 赵云未言 各引异军 埋伏去弃 然后颠三万军 带了江维张义 观星张包 亲自来到 马带寨中卸定 此日上高复处观看 见铁车联络不绝 人马纵横 往来持咒 孔明曰 此不难破也 换马带张义吩咐 如此如此 二人去了 乃换江维曰 伯曰至破车之法否 维曰 强人为士亦永利 岂之妙计乎 孔明孝曰 如之无心也 仅童云密布 朔风紧急 天将降雪 无济可施矣 便令 观星张包二人 引兵埋伏去弃 令江维领兵出战 但由铁车兵来 退后便走 债口虚立惊奇 不设军马 准备已定 事实十二月中 果然天降大雪 江维引军出 岳即引铁车兵来 江维急退走 枪兵赶到寨前 江维从寨后而去 枪兵直到寨外观看 听得寨内孤秦之声 四壁皆空树惊奇 即回报岳即 岳即心仪 未敢倾尽 亚丹丞相曰 此诸葛亮诡计 须舍宜兵儿 可以攻之 岳即引兵至寨前 但见孔明携秦上车 引数计入寨 望后而走 枪兵抢入寨诈 只赶过山口 见小车 隐隐转入林中去了 亚丹未月即月 这等兵虽有埋伏 不足为惧 遂引大兵追赶 又见江维兵 聚在雪地之中奔走 月即大怒催兵急追 山路背雪漫盖 一望平坦 正赶之间 呼报蜀兵自山后而出 亚丹曰 总有些小伏兵 何足聚在 只顾催赞人马 往前进发 忽然一声响 如山崩地线 枪兵 聚落于坑嵌之中 背后铁车正行的紧溜 极难收支 并拥而来自相践踏 后兵急要回时 左边观星 右边张包 两军冲出 万怒齐发 背后将为马带张义 三路兵又杀到 铁车兵大乱 岳吉元帅 望后面山谷中而逃 正逢观星 交马指一合 背星举刀大喝一声 砍死于马下 亚丹丞相遭被马带活捉 借头大债来 枪兵四散逃窜 孔明声仗 马带押过亚丹来 孔明赤武士去其父 赐酒压惊 用好言抚慰 亚丹深感其得 孔明曰 无主乃大汉皇帝 谨命无讨贼 尔如何反助逆 不禁放入回去 说予如主 无国于尔等临邦 永结盟好 不听反贼之言 遂将所获枪兵 及车马器械 尽机还亚丹 拒放回国 众阶败谢而去 孔明隐三军 连夜投齐山大债而来 命官兴张包 引军先行 一面拆人机表 奏报结音 却说曹真连日望 枪人消息 忽有俘虏军来报说 鼠兵拔寨收拾启成 郭怀大喜曰 此因枪兵攻击 故而退去 随分两路追赶 前面鼠兵乱走 卫兵随后追袭 先锋曹尊正赶之间 忽然孤声大震 一镖军闪出 为首大将 乃魏严也 大叫曰 反贼休走 曹尊大惊 拍马交锋 不三合 被魏严一刀斩于马下 赴先锋诸赞引兵追赶 忽然一镖军闪出 为首大将 乃赵云也 朱赞措手不及 被云一枪刺死 曹真郭怀 见两路先锋有失 欲收兵回 背后 寒声大震 鼓角齐鸣 观星张包 两路兵杀出 为了曹真郭怀 痛杀一阵 曹郭二人 因败兵冲路走脱 蜀兵全胜 只追到渭水 夺了渭债 曹真折了两个先锋 哀伤不已 只得写本身朝 启拨援兵 却说为主曹锐设朝 进尘奏曰 打都督曹真 朔败于蜀 折了两个先锋 枪兵又折了无数 骑士甚急 谨上表求救 请陛下裁处 锐大经 急问退军之策 化新奏曰 徐氏陛下 欲驾亲政 大会诸侯 人皆用命 方可退业 不然长安有事 观众威夷 太傅中摇奏曹曰 凡为将者 智过于人 则能智人 孙子云 智彼之己 百战百胜 陈亮曹真 虽久用兵 匪诸葛亮对手 陈以全家良剑 薄举一人 可退属兵 为之胜意准否 锐约 请乃大老元臣 有何贤士 可退属兵 早召来 与朕分忧 忠摇奏曰 乡者诸葛亮 欲兴师范进 但据此人 故散流言 使陛下 一而去之 方敢长驱大进 今若复用之 则亮自退矣 锐问何人 姚曰 票计大将军 司马懿也 锐探曰 此事朕亦毁之 金仲达 陷在何地 姚曰 禁闻仲达 在渊城贤柱 锐即将召 前世迟节 赴司马懿官职 家伟平息都督 救起南洋 诸禄军马 前赴长安 锐欲驾亲征 令司马懿 刻日 道笔聚会 使命星夜 往渊城去了 却说孔明 却说孔明自出师以来 累获全盛 心中甚喜 正在齐山寨中 汇聚异事 呼报 镇守永安公李延 令子李峰来见 孔明直到东吴范境 心甚惊疑 换入帐中问之 封曰 特来报喜 孔明曰 有何喜 封曰 昔日梦达祥味 乃不得已也 彼时曹丕爱奇才 时以骏马金诸赐志 曾童年出入 封为散计常事 令新城太守 镇守上拥金城等处 唯以西南之任 自批四后曹瑞即位 朝中多人嫉妒 梦达日夜不安 常卫诸将曰 我本蜀将 誓逼于此 金磊差心妇人 吃书来见家妇 较早晚带病丞相 前者 五路下川之时 曾有此意 金在新城 听之丞相乏味 欲起金城 新城上拥 三处军马 旧笔举士 竟取洛阳 丞相取长安 两经大定义 金某引来人 并累次书信承上 孔明大喜 厚赏李峰等 呼吸作人报说 为主曹瑞 一面性嫁长安 一面召司马义父侄 嫁为平西都督 其本处之兵 与长安聚会 孔明大经 参军马肃约 两曹瑞何足道 若来长安 可救而勤之 成相何故惊讶 孔明曰 无起聚曹瑞也 所患者 为司马懿 一人而已 今孟达欲聚大事 若欲司马懿 势必败矣 达非司马懿对手 必备所擒 孟达若死 中原不亦得也 马肃曰 何不吉修书 令孟达提防 孔明从之 吉修书 令来人星夜 回报孟达 却说孟达在新城 专望新妇人回报 一日新妇人到来 将孔明回书城上 孟达拆封士之 书略曰 尽得书 足之功忠义之心 不忘顾旧 无甚喜味 若成大事 则供汉朝中兴 第一功臣也 然极已紧密 不可轻易托人 甚之戒之 禁闻曹瑞 傅赵司马懿起 冤落之兵 若文功举世 必先置矣 须万全低倍 勿视为当贤也 孟达兰必孝曰 人言孔明心多 尽管此事可知矣 乃具回书 令新妇人来打孔明 孔明换入帐中 其人呈上回书 孔明拆封士之 书曰 士成君教 安敢少待 却为司马懿之事 不必拒也 冤城离洛阳约八百里 至新城一千二百里 若司马懿闻达举事 需表奏为主 往复一跃监视 打城池已故 诸将与三军 结在深险之地 司马懿即来 打河俱在 丞相宽怀 唯听捷报 孔明看必 置疏于帝 而顿足曰 孟达 必死于司马懿之手矣 马肃问曰 丞相何位也 孔明曰 兵法云 攻其不备 出其不意 岂容料在一跃之气 曹瑞既委任司马懿 逢寇集处 何待奏文 若知梦达返 不须时日兵必道义 安能措手也 众将皆福 孔明即令来人回报曰 若未举事 切莫叫同事者知之 知则必拜 其人拜祠 归新城去了 却说司马懿在渊城贤注 闻之卫兵 累败于蜀 乃养天长叹 义长子司马师 自子元 次子司马昭 自子上 二人素有大志 通晓兵书 当日势力于策 见义长叹 乃问曰 父亲何谓常叹 义曰 辱备起之大事也 司马师曰 莫非叹魏主不用护 司马昭孝曰 早晚必来宣召父亲也 颜未已 呼报天使 池节制 以听诏弊 遂掉渊城 诸禄军马 呼又报 金城太守 申夷家人 有姬密室求见 以换入密室问之 其人戏说 孟达欲返之事 更由孟达 新妇人李府 并达外甥邓 随壮出手 司马懿听弊 以守家额曰 此乃皇上 七天之鸿福也 诸葛亮兵在齐山 杀得内外人皆胆落 今天子不得已而姓长安 若旦夕不用吴时 猛达一举 两经休矣 此贼必通谋诸葛亮 无先勤之 诸葛亮定然心寒 自退兵也 长子司马师曰 父亲可及喜表 伸奏天子 一曰 若等圣旨 往复一跃之鉴 事无极意 急传令叫人马启程 一日要行二日之路 如池力战 以面令参军梁姬 姬席兴夜去新城 叫孟达等准备征进 使其不移 梁姬先行 亦随后发兵 行了二日 山坡下专出义军 乃是右将军徐晃 晃下马建议 说 天子驾到长安 亲聚属兵 仅都督何往 一滴言曰 仅梦达造反 无去秦之二 晃曰 某愿为先锋 一大戏 和兵一处 徐晃为前部 亦在中军 二子压后 又行了二日 前军少马 捉住孟达新妇人 搜出孔明回书 来见司马懿 一约 无不杀辱 辱从头细说 其人只得将孔明 孟达往复之事 依依告说 亦看了孔明回书 大经约 世间能者 所见皆同 无计先被孔明识破 幸得天子有福 获此消息 孟达 仅无能为意 遂兴夜催君前行 却说孟达在新城 约下金城太守申仪 上拥太守申丹 克日举世 丹仪二人养许之 每日操练军马 只待卫兵道 便为内应 却报孟达言 君弃粮草聚未完备 不敢约其启事 达信之不疑 呼报参军梁姬来到 孟达迎入城中 姬传司马义将令约 司马都督今奉天子诏 其诸禄军已退蜀兵 太守可及本部军马 听后调遣 达问约 都督何日启程 姬约 此时约离渊城 往长安去了 答案喜约 乌大事成矣 遂摄宴带了梁姬 送出城外 急报申担申仪之道 明日居士 换上大汉旗号 发诸禄军马 进去洛阳 呼报 城外尘土冲天 不知何处兵来 梦达登城市之 只见一镖军 打着右将军徐晃齐号 飞奔城下 达大惊 急扯起吊桥 徐晃坐下马收拾不住 直来到壕边 高叫约 反贼梦达 早早受降 达大怒 急开弓射之 正中徐晃头鹅 未将就去 城上乱剑射下 卫兵方退 梦达恰待开门追赶 四面惊奇避日 司马懿兵道 达阳天长探约 国不处 恐名所料也 于是闭门坚守 却说徐晃被梦达射中头鹅 众军就到寨中 取了箭头 另一条制 当晚身死 十年 五十九岁 司马懿令人扶救 还洛阳安葬 此日 梦达登城便士 只见卫兵四面围的铁筒相似 达行坐不安 惊疑未定 忽见两路兵 自外杀来 骑上大书 身担身疑 梦达指道是旧军道 芒淫本部兵 大开城门杀出 丹仪大叫约 反贼休走 早早受死 达见事变 波马往城中便走 城上乱剑射下 梦达邓贤二人 在城上大骂约 不等已献得成也 达夺路而走 身担赶来 达人困马乏 措手不及 被身担一枪赐于马下 萧起手机 于军皆详 梦达邓贤大开城门 迎接司马懿入城 府民落军已毙 遂前人奏之 魏主曹瑞 瑞大喜 较将孟达首级 去洛阳城市市众 加身担身疑官职 就随司马懿征进 命离府邓贤 守新城上拥 却说司马懿引兵 到长安城外下寨 一入城来见魏主 瑞大喜曰 朕一时不明 勿中反见之计 悔之无极 谨达造反 匪清等智智 两经修矣 一奏曰 陈文身疑密告反情 已欲表奏陛下 恐往复持智 故不带圣旨 兴议而去 若带奏文 则中诸葛亮之计也 言罢将孔明回孟达密书奉上 睿看壁 大喜曰 清之学识 胜过孙怒无矣 此今岳府一对 后遇机密众事 不必奏文 便宜行事 就令司马懿出关破数 一奏曰 臣举一大将 可为先锋 锐曰 清举何人 义曰 又将军张和 可当此任 锐孝曰 朕正欲用之 随命张和 为前部先锋 随司马懿离长安 来破蜀兵 正是 既有谋臣能用智 又求猛将助施威 为之胜负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